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做访问学者 然后目前呢在University在Yavishas做访问学者 现在我们有请他谈一下关于夏林案 夏林案是最近刚刚被这个北京二院判刑12年 这是律师界里边最高的一个判刑者 而且夏林你知道夏林和这个吴志强 他们做了很多的比如说那个邓玉交那个案子 就本身是轰动了全国 所以这个夏林呢就是不管是政府给他给什么样的罪行的话 这就是作为一个秋后算账 连接在709案当初以后 这是一个最第一个先例 所以我们现在请张杰博士呢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夏林教授这个案子 做一下分析 谢谢各位 谢谢张杰 谢谢各位 资本主题 夏林是什么人 夏林是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 他代理的案件是非常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比如说邓玉交案 比如说爱慰慰案 比如说谈作冷案 比如说普自强案 所以他是个典型的维权律师 并且做了为中国的民主法治事业 做了很大的贡献 夏林犯了什么事 夏林被判刑了 在2014年11月份 以赌博罪被公安机关击押 然后一个月以后 以诈骗罪被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批捕 然后一年以后 2015年12月4号 被北京市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今年的2016年9月22号 被判取12年有期徒刑 夺夺政治权利3年 没收罚金12万 所以这是夏林所承担的 受到的这种处罚 那么我们就要谈谈这个案件 要说明就是说 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重的刑罚 好 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案件我要说起来 大家可能感觉到很幽默 因为太简单了 我可以看案件我要跟大家说 什么事呢 就是2014年的时候 2月到12月 夏林向两个朋友借款509万 他借款干嘛呢 按照起诉书说 他要买一具司法院拍卖的房子 作为投资 然后期间他都跟人家打了借条 并且其中的一个 他还有担保人 还有担保人 他提供了担保保证 然后还还了28万 在2014年11月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被羁押了 当然他不可能再还款了 就这么一个事 就成了诈骗 被判了12年 那么法院和公安机关想 怎么圆这个案子呢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说夏林啊 2010年开始赌球 说了赌球 他整个输了大概1000万 就是输了1000万 然后他就想补这个窟窿 他就以这个说法院 就是拍卖房产的名义 就是以这个虚假的名义 找两个朋友借过 然后呢 就是想补这个窟窿 人家朋友把钱也借了 然后就构成诈骗了 并且最奇怪的是 这两个朋友都口口声声说 我们不追究他的责任 但是你追就不行了 国家要追究啊 我又感到很奇怪的是 这两个借款人没有去举报 没有到法院 到公安机关去说 哎呀他诈骗了我 是国家以公权力 说你诈骗了 好 那我们就要来谈这个案件了 这个案件 到底够不够上犯罪 我的观点很简单 这个案件不构成犯罪 下面是无罪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什么叫诈骗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诈骗的特征是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掩盖真相 骗取巨额的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 好 那么就说来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说一个 民事诈欺 跟刑事诈骗 它的区别 也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说 我说老张啊 我想你借钱 借钱为什么呢 我想买个房 但是呢 我不是买房 我是用于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我买股票 这种行为够不够成诈骗呢 不够成诈骗 它叫民事诈欺 也就是说 你是民事的一种欺诈行为 而不够成诈骗 诈骗核心要素 也就是说 说假话不一定就是诈骗 它的核心要点 你是不是非法占有 就是说我不还了 我的目的就是想 额你的钱 这是它的根本点 而从这个案件来说 有借据 又还了一部分钱 当然它进去了 肯定就不能还了 是吧 2014年它进去了 然后呢 有提供了担保 然后两个借款的说 我们认为它不够成诈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显然是一种民事行为 甚至连民事纠纷都没有发生 因为还有一部分款没有到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很正常的民间借贷 跟诈骗没有任何关系 好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案件的性质 说清楚了 那么我就要问 在这个案件中存在什么问题 我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 严重违法 第一是程序违法 第二是实体违法 从程序违法来说 2014年11月份你抓了下令 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要问 你的法律手续是什么 你又不许来会见家属 又不许来会见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送送法 他进行采取刑事侦查手段以后 就可以请律师啊 所以他的权利没有得到保护 第二个问题 夏林说 我受到了非法的待遇 那么法院就要查清 是不是有非法的待遇 最奇怪的是 他们申请正能出庭 所有的证据是没有经过正能执政的 大家知道 你说我差你的钱 你把证据拿出来了 你拿了个戒条 那法官说 对不起 那我们要开庭进行执政 你说是有这个戒条 还是没这个戒条 这是基本的吧 你不把证据拿到双方执政 那这个证据怎么能够成立呢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一系列的证据 其实都是与非法证据 应与外出 好 我们要来看 他为什么 从程序来说 我们说从公安到法院都是违法 同时我们来说 从实体来说 他故意混淆了 民事行为跟刑事犯罪的盖刑 我就说他连民事纠纷都不够 纠纷关键是我们要有正义才能够上纠纷呢 他连纠纷都没有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他从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从这个案件里面的判决 我们就看到了真正的单理 他判处夏林附加三年的剥夺政治权利 哦 这个时候我们明白了 罪翁之意不在酒 你想一个诈骗 如果就是成立 怎么会剥夺政治权利呢 他又不是 因为政治权利 我们国家是有刑法的 那么规定五十六条是规定 为严重违反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和严重的刑事犯罪 才存在这个问题 好 这个剥夺政治权利 打开了一个窗口 就我们就来思考 然后后来我们就要总结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要说明什么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发现一个背景 也就是去年的709律师的大抓捕 大家说他是十一月份 别急啊 这个过程是延续的过程 所以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刚才的分析成立 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案件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就是因为你为这些人 想过于散了 而不至想你为他辩护 你给我们制造了麻烦 那么我们就要收拾你 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迫害 第三个问题 它是从公安到检察院 到法院的联合违法 所以我们就说 你当时有中纪委 其实我们当时都知道的 在中国中纪委是怎么办案呢 打扰案件 它是会把公安检察 法院一起开会 就会定下来 反正你说大概定多少 他说我定六年 可能书记说算了吧 他说我的朋友搞了三年吧 那不就三年了吗 第二天法官又化妆 就开始宣判了 所以说没有司法独立 没有民主法制 没有宪政 其实就没有司法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想谈到这个问题 似乎我们可以结束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看了很多的吗 周世锋案件 胡思根案件 周世锋案件 其实还有趣的是 就是薄熙来案件 周永康案件 令吉华案件 也是有问题的 大家想 他们这些人 怎么就犯经济犯罪呢 他们是颠覆政府 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 他们对这个钱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你知道没有 就像薄熙来说 我也不知道 法国这个房子 我没兴趣 他的确没兴趣 因为他的意图 在另一个问题 所以说 我们都是用一个什么罪名 而这个罪名 不管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要把这个人 自助就够了 似乎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审判逻辑 好 那么 似乎我们好像 这个案件说完了 简要说完 因为确实没有太多东西可说 但是还不够 我们可能还深入地再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当习近平上台以后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流氓化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就是说 我们无论采取什么手段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 你把这个事跟我搞定就完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说什么问题呢 这也就是说 看看习近平的成长经历 你就会发现 我在银行当行长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你把这个事情给我搞定 我不管你过程 我质问结果 所以说导致他们 就去故意的违法 采取很多方式 而去怎么样 制造很多冤假错案 好 最后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以后 我要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案件 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 仍然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极权主义社会的特征 就是反人类 反文明 反法治 反人性 从文革1949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这个国家的性质没有改变 从夏令案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没有底线的 所以说 如果仍然被习近平的 依法治国抱有信心 就像昨天有位先生 还在做梦的话 我就觉得确实不可理解 因为他的梦 法治梦 依法治国 说白了 就是什么 商君之法 商鞅的法 它不是你的法 依法治国的核心 在于依法治利 而他的法在于 依法治民 民法治 行人治 这就是这个案件的 根本要害所在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